朋友们好 我已经顺利的回国了 这一路是前后经过24个小时 21号下午4点半 从多伦多登上飞机 然后经过5个小时到温哥华 在温哥华机场又待了4个小时 然后又坐飞机 经过15个小时到上海的 到上海是早上6点多钟吧 然后经过检查呀 这个就办手续什么的 11点 11点了才入住到酒店 反正这一个过程也挺的啥的 不过我有思想准备 所以我还没觉得 说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反差啥的 我还可以因为就想回国嘛 我就跟大伙说说这个 从订票到那个登上飞机 然后落地酒店啥的 这一个过程嘛 反正以后有想回来的朋友 你给大家做个参考啊 我是20多天前嘛 订的票就在多伦多 那个圣徒旅游那个安吉那儿 我打电话 他给我设计线路 之前我是想直飞上海 或者是广州的 广州的票价要高于上海 然后当时我要打算订呢 也是从多伦多直飞上海的那要3900 就是家园 然后后来那个子川他就给我设计一条线路 他不如转机一下吧 从温哥或者转 我说我就怕转机 他说在机场也不出来 后来我说也可以 他说这样3200 3200的话你是不是便宜700块干什么不好 多几个小时 我想也对哈 后来我就按照他说的一个订的这个票 然后后来呢 他又告诉我 他说你再加上550的话就可以往返去了 只要在半年之内回来就可以 然后我就这样就订了个往返的 总共是3950 前前后后返一共只好是24个小时时间 不过这24小时我没睡好觉 头难受不舒服 特别不得劲 对还有一个我就提醒一下来回走的朋友 大伙不要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来判断这些事 因为我们这一路走啊 总有几个人在一起嘛 大家都听了 说这个应该这个那个那个的 其实都不对 你就按照这个这个通道这个走 两边的提示牌 你就按照那个就行准备的东西 那上游准备黑马或者工作人员提醒 黑马 黑马是出了机场 是在飞机落地以后 扫的一个马 后来又办一个那个随身马 随身马到了酒店以后呢 又要扫一个什么马 我记不住了记不清了 反正这个也都不用担心 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啥的 因为没走一步嘛 都有工作人员提醒 我们坐大巴车也是走了 那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 送到一个这个酒店 在这里边 这是一家快捷酒店的 但是酒店这个 这个我对酒店我没什么要求过 这是减漏条件减漏点啥都行 只要干净就行 但是这个一进屋这个消毒水味 它撒的太多 只呛嗓子 我就一下 从进来我就开了窗 一直放这个味道 到现在放的好像还有 就感觉这嗓子喉咙里头都有一种那种 就有点那个火燎那种感觉 是太呛了 哎呦我说的有点颠倒了哈 这一入住酒店等着办手续 完了这个公路人员消杀消毒 就喷那些消毒液什么的 行李啥都喷上了 他要求的 按照当地的政策要求吧 是五加三 五加三那是什么 你在上海有住房 在上海落地的话 这个住房符合你自己隔离的条件 这样可以五加三 你就在酒店隔离五天 然后再回去住三天 这样可以 如果你在上海没有住处 你还要转到其他地方 像我这的下一步我就要去三亚的话 那你就是得在这隔离八天了 往我就是八天 每天五百四 一共是四千三百二 这五百四是包括吃饭的啊 一日三餐 完了我前面排队的那个 有两个女同胞呢 就说就对这个价格有些意义 就跟这个收款的工作人员 就是争论这事 工作人员也没办法 他们是上纸下派 后来也都是都交了 到我这我就说你交不快点交不 我头疼 我说赶紧能到那个 到房间里呢 我休息休息 我这个一到房间我没想到 这个刺鼻的这味啊 这个消毒水味到太大了 呛的我 特别难受 中午一点 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就十一点多了 没有半些手艺啥的 相隔很长时间 又消杀消毒 送了饭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一点半了吧 吃的饭菜可以 我好像拍了一下照片 四菜 四个菜 米饭 一个水果 中午是给了一个梨 一个翠梨 晚上那也是四个菜 有鸡翅 有两个鸡翅 还有两个那个虾球 还有一个红烧肉 还有一个青菜 还有大米饭 中间还有几粒 还有一些花生米 吃的可以 然后就是吃的情况就大致这样 住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房间就这个 就是快捷酒店那种 反正挺简单的 一条毛巾 一个浴巾 完了两张床 一个床是床单啥都撤走了 一个床上有床单 床单挺干净的 但是地面确实是 地面确实是无稽太重了 地面确实是买 床单很干净 都会严重消毒的 彻底消毒的 我是后来就头疼 到这以后 我吃了一片药 我又躺又睡了 睡了四五个小时吧 晚上起来 晚上又收拾收拾 上海现在这个温度啊 是刚刚我看了一下 外面是12度 房间里的温度呢 就是调不高 它是控制在18度 我以为是我不会弄 我刚才又特意 又弄了好半天 我是想把它调到22度 21度 因为这儿 这个温度有点冷 但是我调到22度 它过了几秒 它就跳回到18度 可能就是已经是设定在那了 所以改变不了了 哎呀 反正这一趟走 其实我这可能也是经过5月份那趟回去 那么折腾 也已经习惯了 所以对这些手机上整一些小程序啥的吧 古都古都不会的 再问我年轻人也都能弄明白了 也能反正也能就坑坑吃吃的办下来吧 把这些事解决了 但是有一些呢 这个像咱们这个年龄呢 像有一些像我这年龄或者是稍大的 有些不会的 真是个难题 今天在这个酒店大堂里头等着办入住手艺时候 有一个大姐 我觉得跟我年龄也差不多吧 她和她女儿 还有那个抱个孩子 当时就办理这个工作人员 就要求他们住两个房间 然后这个大姐可能身体不太好 就想要求住 跟她女儿和那个小孩他们住在一块 完了这个政策不允许啊 所以就在那个屋哭上了 哎哭的我也心挺难受的 后来我心我也跟那个工作人员商量商量 我跟工作人员说 我说你看他们这种情况 就给特殊照顾一下吧 老人身体不少 小孩也需要照顾 这也就称又是老又小的 要在一块照顾能方便些吧 工作人员也可能也是太累了 当时也是发作了 她说阿姨我能不想吗 我想但是这是 这是不是我规定的 哎后来我看这小伙情绪也挺激动的 我想也是确实是 这个在抗疫防疫第一线工作人员是最辛苦的 政策不是他们定的 他们只能是执行 大姐的女儿说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没事没事就这么办吧 后来完了小伙子工作人员说说 那我们后来一缓和说 我们会跟上级请似的 反正我就想说啥呢 就是确实是现在回国吧 还是有一些障碍 像年轻人可能弄这些电子东西不费什么事 就是手机里下载软件啊 还有什么设定形成码呀 又填表了啥的 这根本都不是问题 但是要是不太会这个东西的 我你看这天天高手机摆弄视频啥的呢 也挺吃力 就是到酒店以后 完了要大家加一个群 要扫那个酒店的一个码 这个码呢 要把自己的来的地方 目的地 还有经过的哪儿 还有一些什么姓名啊 详细地址啊 还有那个电话呀 还有通讯的什么 还有这些天接触过什么 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其他人的什么 这都要填写 所以这个也挺麻烦 完了就是找那个码 然后还有一个 要填这个上海的什么 什么码呀 我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找老长时间了 找着了 找着了 填上地交上去了 但是对不对还不知道呢 我得明天再打电话 问问工作人员 对还有做核酸 我是原来是我订票的时候呢 那个国内政策还没有改变呢 那是提前48小时 需要做两次核酸 后来呢 他就赶上一次核酸了 然后我又跟那个核酸检测部门 就是在万锦呢 也是那个旅行社 圣途旅游 他们给我推荐你上那一块去做核酸 医疗机构 完了后来我打电话 跟他们问一下 他说做一次可以的 就约的是20号那天上午10点半去做的 做完之后呢 当天下午6点嘛 就出来了核酸结果 出了以后呢 就要申请一个绿码 完了这个操作呢 是小左在家帮我操作的 就那天晚上就做到阿里来吃饭那天 就是阿里上我们家来那天 他给我操作完了申请上了 申请上就变成绿码了 后来到了机场 在多伦敦机场 坐去温哥华的飞机上 都没有看绿码 那个就是在承积手续的时候 他问了一下 你办没办那个绿色的码 往后来说有就行 他也没看 然后在那个温哥华上飞机的时候 那个就是需要了 需要看这个绿码 还要需要办一个 还有一个对 对叫国际健康码啊 国际健康码 那个就在手机上还要下载 不过那个也不用着急 那个你手机上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请那个工作人员帮你弄 只不过那时候时间匆忙 那么多人都没弄 好多人都没弄的 都是一个接一个很赶的 我那个是原来有 我因为我是五月份 才从国内回去的嘛 我那个有 那就是稍稍再填几笔就行了 这个是一个 然后在那个温哥华 乘飞机的时候也不用做核酸了 就坐上飞机以后 下飞机在机场 在机场 在这个上海普通机场出了时候 出了机场时候 要上酒店之前做一次核酸 然后到了酒店这儿 这个那都是捅鼻子啊 在那个多伦多座那也是捅鼻子 在机场外边做也是捅鼻子 然后后来到酒店 进到房间里头 有工作人员又来做了 那就是捅赏子 这是做了一次 但是明天可能还得做 现在说也是这一共八天做几次核酸 还没有确定呢 这都是就是等着隔离这些人 自己议论的 还不确定到底几个 明天再做 我再跟大家说 大致就这么个情况嘛 反正想一想 现在年岁大呀 手机啥要玩不溜倒 这个时候 能不回来还是尽量不回来吧 朋友们说 那你还为什么回去 我这现在就是到冬天 我就想三亚 想三亚那个蓝天碧海 想那个沙滩 想那个绿油油的大椰子树什么的 哎呀 一想那空气的阳光 好了 谢谢大家